女孩将第一次献给60岁老头 老头竟每天给他100万零花钱 甚至答应举行一场盛大婚礼 可老头才刚给王妻办了葬礼 就连头妻都还没过 他这荒唐的行为 立即遭到了女儿的极力反对 但恋爱恼的老头 根本就不不世俗的眼光 坚决要娶这个小娇妻 殊不知这一切都是女孩的阴谋 只为了图谋老头的牵液资产 就在不久前 老头的妻子心脏病发作 父女俩急忙将人送往医院救治 可在着急等待结果时 老头却被小护士的美貌吸引 安雅竟瞄懂对方的歪心思 她也认出了老头富豪的身份 心中顿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安雅立即找同事换成了夜班 趁深夜医院无人 溜进富豪妻子的病房 拔掉了她的氧气管 亲手将对方送去见阎王爷们 而安雅仅仅用了几天的时间 就让老头彻底爱上了自己 甚至答应要娶她为妻 老头果然没让她久等 两人很快就举办了一场盛大婚礼 有了小娇妻的陪伴 老头吃得好睡得香 每天都充满了活力 简直像年轻了几十岁 她觉得自己遇上了真爱 唯一遗憾的是 女儿怎么都不肯接受她的小娇妻 安雅为了缓解和寄女的关系 主动约对方出来私聊 可她却瞎编了一个爱情故事 竟然谎称自己无意见 看见刚失去妻子的老头 蹲在路边失声痛哭 她觉得老头是有情有义的人 值得她托付终身 两人便正式走在了一起 安雅生情并茂地述说着 单纯的小美竟然相信了 两人的关系也稍有缓和 可就在这天 小美帮父亲返回豪宅拿文件 竟看见继母打扮的妖艳动员 上了一个陌生男人的车 她才意识到 这个继母肯定没表面那么简单 她将亲眼目睹的这一幕 告诉了父亲 可恋爱恼的老头根本就不信 甚至觉得两人关系不和睦 女儿故意抹黑自己的小娇妻 小美对此也是非常无奈 然而意外很快就发生了 自从娶了小娇妻之后 老头每天晚上都精力充沛 可白天却偶尔会头晕目血 安雅却说她血压有点高 贴心地给她准备降压药 可老头服用一段时间后 发病的频率却越来越高 就在这天 安雅给老头带来了新鲜果汁 还有自己亲手做的小点心 可等她刚离开不久 老头又开始犯病了 她连忙吃下一颗药 猛喝了几口果汁 便跌跌撞撞地往外走了 可老头不知道的是 这将是压死她的最后一根道道 这天晚上老头彻夜未归 女儿小美着急万分到处找 还带着继母跑去警局报案 可警方却表示 失踪人员不够24小时 根本就没办法立案调查 与此同时 一名清洁工人在公园打扫卫生 她突然看见坐在椅子上的老头 可无论怎么呼喊 老头都没有反应 大妈上去拍了几下 没曾想老头就这么倒了下去 吓得大妈急忙拿手机报顶了 从停事间出来后 小美顿时控制不住情绪 扑在朋友的怀里放声痛苦 她回到家 将父亲去世的消息告诉了妓女 可安雅却松了一口气 她竟然偷偷跑去餐厅 点了一只价值百万的名酒 和一个神秘男人庆祝了起来 不出意外的话 她很快就能坐拥千亿资产 成为最有钱的富婆